中台煤机脚步逼近 预估明后两天影响高雄时间最显著 高雄市政府傍晚五点召开台风灾害防救第一次工作会议 由市长陈菊主持 关心各局处防灾准备进度 同时呼吁市民朋友随时注意台风动向 因应台风来袭 为确保民众安全 高雄市公共脚踏车租赁系统 今晚六点起将暂停营运提醒民众注意 至于高雄捷运高雄市公车轻轨等营运状况 民众可上高雄市府防灾资讯网站查询最新讯息 以上新闻由刘宇纯编辑播报